欢迎你相约在这里一起分享大家的故事和情感历程 中年夫妻感情经历了很多 表面上很平静 可能已经产生了很多问题 中年男人希望的婚姻生活是温暖平稳 而且是他的一个均强的后盾 而不是给他带来压力 但是很多女人却不明白这一点 那么你知道中年男人最害怕的是什么样的婚姻生活吗 第一个夫妻之间彼此不理解 中年夫妻经过很长一段彩礼油盐的日子 也算是互相了解了 但是要往深层次去了解 两个人反而会觉得不认识对方了 因为中年男人更多会装助事业 这时候的男人事业已经进入到了黄金期 而女人就不理解了 他觉得男人陪伴自己的时间少了 对家庭的贡献也不明显 于是他就会沉默会冷战 而男人在事业方面 他有压力 回到家的时候 更要面对妻子的压力 于是他也不理解女人 甚至还会怀疑女人 两个人的感情就此进入一个沉默期 第二个夫妻之间不再信任 中年夫妻的感情早已经过了新鲜期 也没有了当时的激情 但是女人天生就是多疑 看到丈夫忙里忙外找出晚归的 就会怀疑他在外面胡来 当时男人忙了一天 回来的时候看到妻子冷漠的态度 也会怀疑妻子是不是变心的 但是信任是交往的基础 如果两个人一旦不再信任了 感情就会越来越疏远 第三个夫妻之间没羞没子的争吵 中年男人最害怕的就是家境不目 夫妻不和谐 可是中年男人对事业的专注 对女人的忽视 常常导致女人没有安全感 所以女人常常会无理取闹 总喜欢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或者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 和男人争吵不休 感情越吵 那么消耗的也就越多 到最后啊 两个人都会怀疑这段感情 可是想一想 两个人经历了太多 于是又彼此容忍着 甚至还想要试图去改善 最终却发现两个人都是伤得遍及迷伤 男人追求事业 本就是一把双刃剑 处理的好了 不仅夫妻之间感情会越来越融洽 日子也会越来越旺盛 但是如果处理的不好啊 只怕是婚姻事业为一场空 所以男人在中年的时候 最害怕的是什么 女人都明白了吗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这段视频 欢迎大家关注小罗 下次再见